我刚刚从二手店回来 我为什么又去二手店了呢 是因为我那一天不是乡中了一个 日本的兰花带盖的小碗吗 我当时没有买 因为我同时又看到了 就是一套那绿色的那种托盘 就是西餐 就是底下是一个大的盘子 上面再放一个盘子 然后下边的盘子纯是装饰作用的 因为我在那个Hidy家 就那个我那个朋友 老外那个老太太家 她家的用的是那个银色的那个托盘 所以我一直想买一套底下的托盘 因为我的那个盘子是白色的 然后我觉得那一套绿色的盘子呢 还不错 我想我回家琢磨琢磨啊 然后掏出来我的那个盘子比划一下 然后包括我的那个红色的餐巾布啊 想着说到圣诞节的时候 红色的那个餐布啊 还有那个绿色的那个托盘 应该是很漂亮的啊 所以我想清楚了 然后今天就去买了 也不过就隔了三天啊 非常出乎意料 因为就是我去到店以后 第一眼看到的是商品的摆放 换了个模样 就跟那个天一点都不一样了 然后我心里想着说 有可能他们是为了新鲜感啊 重新摆放了 可是我之后呢 小兰花碗也卖掉了 然后那一套绿色的那个托盘也卖掉了 然后就包括那个五块钱的椅子什么之类的 全都没有了 没想到呢 就是二手店啊 这么人气这么旺啊 这个商品走得这么快啊 包括就是那一天 镜头里有的那个很漂亮的果盘 我当时想着说 我要淘一个果盘啊 因为当时好几个嘛 我有点就是 有点就是不知道选哪个好 有点纠结 所以我就没买 我想我心里想着说 就是过一两天 我自己过来 然后一个人慢慢的想一想 然后到底就是要哪个啊 结果那些也都没有了 就很后悔 我当时怎么就没买那个绿色的托盘呢 然后就越来越觉得 哎呀就是日后还不知道呢 有没有机会能遇到这个绿色的托盘了 所以人你看就是 在你眼前的时候就不珍惜啊 犹豫 然后一旦它失去了 就成了一个心结了 未来我再去买这种托盘的时候啊 有可能就一直惦记说 我之前没有买的那个绿色的托盘啊 我就可能就会很难再去买其他的了 就会有这种这种情况发生啊 我今天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就不要错过了啊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呢 跟之前不一样 我之前刚刚到国外的时候啊 我那个时候就特有兴趣 就特别喜欢啊 去Garcell啊去去买呀什么的啊 我现在呢就是也可能与年龄有关 未来也可能十年以后我就回国了啊 然后你说这些东西最后也都是一个累赘啊 这个去买东西我就很谨慎 那么我今天去呢 还真就买了几样东西 我先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我后边的这些书 买了12本 大家一看这个这么厚的书啊 我估计大家就拆到了啊 就是我之前说的 我家的那个书架里边呢 我不喜欢放工艺品 这个我就想着说我日后会淘一些书来装饰这个书柜 我买这些书的选择呢啊 就与书的内容没有关系啊 就是它要厚一些 然后要硬壳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色彩是我选择的一个标准哈 所以就完全是当它是装饰品买回来的哈 不是装模作样的读书哈 这个书里边最便宜的它单独标价一块钱 因为我就很喜欢 然后其他的呢就是全都是两块钱一本 这所以我觉得这些一共是花了22块钱 跟我之前买的一套大不列颠这个百科全书哈是一个价 可是这是12本 那个是23本 因为那个不是二手店买的 那个是格尔塞尔买的 就是屋主直接卖的 所以就更便宜便宜一半哈 那么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其实过去哈对这个古词啊 这是来自英国的古词哈 从来没有研究过 然后我知道在国内这个英国的这个古词哈 这个陶他们叫陶古董一样 陶宝一样的哈就是很贵 但是我自己呢因为我呢 既不喝茶又不喝咖啡 所以我对这些东西呢就没有关注过 但是后来呢我就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别人分享 这种古词啊然后在加拿大说实话这些东西就很资源很丰富哈 我想不如我也淘几件哈 我当时想着说我就淘四个淘四个淘四个杯 而且要不一样风格的 然后没想到哈今天我在这边呢 因为看到了这一套是那个橱窗里摆的那个杯子哈有很多 可是我一眼就觉得这个好哈 然后呢就就就就把它拿过来 然后我不是不了解不懂吗 我就把后边的这个这个品牌啊 然后从网上搜了一下 哎一搜我也明白了 这个是英国 英国就比较著名的一个陶瓷的品牌哈 我不知道这发音对不对哈 叫Royal Albert 这个呢是个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的一个陶瓷的品牌 还有就是叫Old Country Rose 就是古老的这个乡村玫瑰哈 是它的经典系列 然后我这这这外行哈 然后一查啊这些资料 然后我就觉得哦难怪 确实是不一样哈 尽管我是个外行 可是就当时它那个里边摆的那个就十几个哈 就是这一个就一眼就看得出来 不论是花色 然后包括这个陶瓷这个质感 就所有的都不一样 这个时候我才看了看价格哈 这个呢是14块9毛9 就是这一套哈 然后其他的那些呢 就是八九块钱 十块钱 或者是六七块钱 哦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个好东西哈 哎你别说 即便你不懂行哈 就是一眼也能看得出来 然后当时就就有这一个的 也是它卖的最贵的15块钱 然后我就想着说哎那就买吧 我就把它给买了哈 这样的 是不是挺漂亮的哈 然后我心里就想着说 以后呢我就有油头了 我再去淘三个 其实这个是那天果盘当中的一个 其实它好几个哈 然后就是那个几个果盘没有了 但是这个盘子吧 就是那天我也看到了 我觉得它也很漂亮哈 我那天其实对它也动心了 然后那天没有买 今天呢它这上面标价是十块钱 我觉得十块钱也不贵哈 是我刚我之前没看 现在刚看一下 它是产自意大利的 我就发现就买这些二手的东西哈 挺让自己增长知识的哈 这两天我觉得我 我懂了不少哈 陶瓷啊然后一些这些品牌呀 我没有说完呢哈 然后呢我觉得十块钱挺好的 然后我就给它结账的时候哈 这个才两块钱 哎呦这个包括还含税 含税才两块钱 我觉得幸好我买了哈 还挺漂亮的 放在餐桌上也很很提气 因为它这个色彩很好看哈 然后呢我们就去了另外的一个店哈 因为那个店呢就很小 本来不想去了 后来因为那个绿色的托盘 不是没买到吗 就有点沮丧 然后我想着说到另外一个店看看哈 看看他们怎么样 哎没想到哈 我到另外这个店 它整个的那个除就是那个摆设 也全都变了 整个大条换 看来哈 他们二手店的这个经营哈 呃我觉得有新鲜感 我当时还想着说 这才两三天我再去 有可能就没什么可看的哈 所以我都没想拍视频 因为我觉得都是那些东西 我只是去买我之前看中的而已 但是没想到它整个的那个设计 店面的设计全都变了 里面物品的摆放 嗯也都不一样 就是三天前刚去过 然后你现在进去哈 一样是很新鲜感 而且是确实很多东西没有看过 它这个二手市场果然是很很那个市场很很火热哈 这一套茶具呢它这里边也有 它这里边呢是被锁着的 因为这个店它小嘛 这个店这个东西就便宜 它是12块钱 那个呢就差了差了三块钱 其实也没少差哈 然后当时我还有点沮丧 说哎呀坏了 你说就从那边买还买贵了 然后呢豆角哥就就就就动员我说 让我再买一套哈 我就不想买 因为我想着说慢慢享受淘汰的这种乐趣哈 我想买不一样的嘛 然后就准备走了 到了车上以后呢 我就心里头又把我的买的这个拍了个照片 我又回到那个店里边哈 我想去对照一下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哈 大家看看哈 这两个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我当时还想着说 为什么它差了三块钱 嗯 离着又这么近这两个店哈 这就不应该呀 然后就心里头还想着说 有可能不一样 结果大家看看一模一样 就它有这么两两个盘子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这个 看这个茶杯好看哈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造型不好看 所以我就不想买它 然后呢豆角哥呢就坚持要买 它是一套的嘛 我呢其实是不喜欢一套的东西 然后豆角哥非得要我买 所以就现在就变成了我有两个了 那是十加币 这个呢是六加币 六块钱 椭圆形的哈 视频里能看着椭圆吗 这个东西在视频里和我自己感觉不一样 这个呢是十二块钱 这个呢都是十二 就是淘这些东西哈 价格也是也是不一样的 根据店的大小走货量快慢哈 还是有有不同的 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网球拍哈 这个还是新的 然后还带了三个球 八块钱 十二个一架 一块五脑钱 有才发现这个太阳已经晒到我身上来了 哇这这这阳光太足了 晒得不行 他的那个高尔夫呢 因为我俩就是天天放在车后备箱里 然后他说他懒得就是在家里想练一练 还有还要开后备箱 所以他买单独买一个杆 就放在家里边就是不往车里放了 也很便宜才两块钱 还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牌子哈 然后高矮呢 这个身高还比较适合他 就买了这么多东西哈 现在这个深色的呢 差一本 我本来想是中间是黑色的 两边是浅色的 因为这个柜子深嘛 所以我没有挑那些深色的 其实书不够 最好是在中间这一档呢 竖起来放 放那个满满的一下子哈 那就差很多 其实呢还有 还得要几十本 然后上边呢 再这样摆就会更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